男神的女友被人抢了 与情敌见面是什么感觉 在1931年的韩国 浩哥来到了西服店 想试探一下眼前这个情敌 是什么来路 浩哥假好意地让店家先为牧师服务 牧师婉拒说不着急 店家为浩哥取西装 两人便聊了起来 牧师还笑话自己 一眼让别人看出是牧师吗 浩哥一副黑灰老大的语气 听说来了一个满身疾病的人 他当然要留心 牧师说到我已经病好了 你不必操心 浩哥笑话他西装不合身 牧师为了怀念一顾兄长 因此过来修改一下就西装 浩哥开始出言讽刺 对男人来说 以何种面貌世人很重要 别人才不会忘记你的第一印象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牧师反问他 那我给人第一印象是什么 浩哥笑话他像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衣服都不合身 别抓住过去看起来很可悲 牧师此时意识到 打量这个男人 就是扇词腹中小孩的父亲 他故意脱下西装 我有钱买西装 不需要你爸 转头和店家说需要一套结婚礼服 就西装改好留给未出生的儿子穿 前一句结婚后一句儿子 讽刺了浩哥一番 这波操作暗地把浩哥气炸了 他意识到要去最后一次挽留扇词 隔日 牧师与扇词来到了暗黑的小教堂 他要娶眼前这位未婚先孕的女人 神父严肃地告诉他 这种女人是带着极大的罪孽 你能接受养育不是自己的孩子吗 此时牧师特别帅 用肯定的眼神对神父说 我是经过细心考虑 请为我们主持婚礼吧 神父提醒扇词不仅给家人带来灾火 还会损害牧师的名声 扇词诚心请求原谅 神父看着可怜的扇词 只好同意给两人主持婚礼